今天是世界帕金森病日 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为1.7% 帕金森病离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远呢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运动症状来判断 这四个运动症状分别是 第一走路变慢 第二手部发抖 然后就是肢体运动僵硬和走路经常跌倒 临床上除了慢 抖 僵 倒 这四个运动症状以外 帕金森病还有非运动症状 比如说焦虑 抑郁 嗅觉减退 夜间惊叫以及拳打脚踢还有便秘等情况 那么这个迹象归迹象 具体的确诊还要以医生的判断为标准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走进文物 去感受一下历史的魅力 近日江苏延城发现了近年来最大规模 规格最高 保存最完好的西汉早期墓葬 延城市政组织考古力量 对墓葬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与此前发掘的明清时期墓葬不同 此次发现的棺果并未腐烂 整体保存完好 其盖板上彩绘有云鸟纹图案 边箱与头箱中发现各种器物与遗存 延城市博物馆馆长铁春宴表示 两座西汉早期墓葬保存情况良好 很罕见 其中一座是近年来延城市区 所发现的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汉木 目前已经出土了 铜器 漆木器 陶器 还有植物种子等器物及遗存近百件 其中陶影员完整的木弩机弩箭弓箭 为延城首次发现